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欢迎你们和我踏入南半场 今天我打算去验发和买点东西 以我的性格 通常进入一间店铺买 然后走 如果验发的话 就进去salon 验发 然后走 但我发现我的影片 又带他们跳一样跳一样 好像都没有认真和你们走一条街 连这里的巴士 交通灯 你们都好像没怎么见过 今天我打算为了你们走一条街 还有会去一个大型美商场 那里有很多华人喜欢去的 还有那里有一间华人超市 你们很喜欢看超市 那我们现在就去啦 我觉得这里给我的感觉 有点像铜锣湾 有些新新旧旧交集的店铺 建筑物 看看我现在这里的 一些红砖屋 相信这些是比较旧的建筑 还有我觉得这里 像铜锣湾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里的人某 我知道你们现在看到 都好像是很少人 但其实算是很多人的了 怎样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一个城市里呢 见到有Starbucks就知道了 这里就是New Market的Starbucks 其实这一区呢 我见到算是很多华人喜欢来走的地方 甚至很多里面的店员都是华人来的 而店铺呢 珍珠奶茶啊 鸡蛋仔这些呢 会出现的了 就我前面已经有一间 买珍珠奶茶的 那当然它就不止珍珠奶茶啦 还有很多什么果茶啊 红茶这些呢 你看 还有 Chinese massage 其实呢 真的有点像 铜锣湾 那些楼上书店那些 那些大厦呢 小小的门口那样 介绍回这里的 垃圾桶 垃圾桶呢 有段估的 垃圾桶的位置是很小的 这一款呢已经算是比较open的了 有一些呢它正是上面有个 有个盖的位置 就是你如果要扔垃圾 你要这样放进去 那为什么呢 这里扔垃圾 是要付钱的 例如电器啊 架司啊 如果在香港 其实你拿去垃圾站那里 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呢 是要收钱的 所以呢 它以防那些人 扔自己家的垃圾 就有这样的设计了 不断过来不可以放个微波炉进去 对不对 啊 其实这里附近就有个火车站 不如带你们去看看吧 在火车站外面这个位置 有少少像屋苑商场的 有些发型屋啊 补习社啊 美容院啊 那看一下这边 你们觉得 有没有那些像 淘大商场又或者 美孚新村那样 我觉得这个站都挺漂亮的 它有很多玻璃 可以透到自然光进来 而且这个站就不算很大 算是中型的站 就是类似乐阜 转着山那些 这里就是客户服务中心 在它旁边有部机 他们的八达通呢 就是叫做AT卡 不过呢 就只可以拿来搭火车啊 巴士啊 船啊 话实话 我在这里呢 都没坐过火车的 你们有没有兴趣 游这里的火车可呢 如果有兴趣的话 留言告诉我 让我计划一下 和你们一起搭火车好不好 我见到有个位置 好像可以看到火车 让我走 走去看看 是啊 看到的 就是这里了 你们觉不觉得呢 这个我说算是铜锣湾的地方 但是他们那个火车站 好像没什么人用 在香港搭火车 是很多站很方便的嘛 但是这里不论火车 或者巴士路线 都还是在发展 如果你问我 在家里最近的巴士站 或者火车站在哪 我想我会搭你 我要开车去 现在去找一间 咖啡店买杯咖啡 在这里的铺位多数都挺大的 这一间就算正常 那边的一间 可以 snel 可以这个赶快 吗 是吗 可以拿去 是吗 很热 谢谢 是吗 铺 今天晚上 燈光很柔和 很溫暖 在這個位置又可以看看街景 挺舒服 不過我就不在這裡吃了 她剛才問了我幾次要不要在這裡喝 因為我還要和你們去逛這個 靈商場 所以我打算一邊走一邊喝 暖暖的熱Mocca已經到手了 這杯挺好喝的Mocca 成為豆子6元 大概30元港幣 我覺得絕對值 其實也不小杯的 也挺大杯 還有在這個地方 我自己覺得這裡其實也挺旺的 如果在香港來講 銅鑼灣要買一杯這樣的咖啡 應該不... 30元應該不行 是吧 哇 雪糕店啊 哈囉 鳳梨酥啊 哇 這個是她來的 Where are you from? 新加坡 新加坡 香港 對 香港來的 你以前是不是在酒店 是賣在新加坡的時候已經在做 新加坡酒店 就是一個澳洲 This is Ber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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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地方 Bermuda Bermuda的酒店 你的蛋糕很漂亮啊 有沒有什麼介紹啊 好吃的雪糕 Mango Toffee Rain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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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如試試 Hmbram也好吃 Hmbram也好吃 試試這個Mango Mango啊 好啊 Toffee好吃嗎 好啊 Hmbram也好吃 哦 試一下 在這裡住 現在 對啊 哇 這個芒果 先試一下巧克力 雖然天氣有點冷 我也有點想吃雪糕 這個芒果雪糕 這個是 非常特別的 特別? 非常多的 謝謝 謝謝 先享受雪糕 它給我綠氧球啊 真的有果肉在裡面 好fresh 今天呢 也算是暖暖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吃雪糕都OK 嗨 我們進來這個 大型的 美麗商場了 其實 它就是有點像香港的 譬如圓芳啊 或者是 又一成啊 那種 呃 商店臨立 有很多大牌子 我偶爾也有來這個商場買東西 不過我本身真的比較少買東西 每一次來到 買一買東西就馬上走 我都要謝謝你們 如果不是因為拍片呢 我想我都未必會走商場 好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商場有什麼東西看啦 是一個三層高的商場 介紹一下 這個商場是有得唱K的 不過它是那些走進箱裡唱飽的那種 真的沒玩過 每次來這裡我都會去一間麵包店 為什麼? 為什麼? 我現在帶你進去就知道了 很多港式包啊 還有排包啊 還有肉鬆包 腸仔包 咦? 它有港式菠蘿的耶 紙杯蛋糕啊 但是這個紙杯 相當之大 是一個碗型蛋糕 我決定也試一下它的 港式菠蘿包 買一買腸仔包 這個 我想說 在這裡買麵包呢 它的樣子買完之後就會這樣 才知道為什麼 才知道這兩個麵包 加上多少錢呢? 是10元樓子啊 即是港幣50元 在這裡要學生麵包 這樣買麵包呢 真的很難看 原來這裡有一個LEGO專門店的耶 我們先進去看看 它很搞笑啊 咦? 它是跳Bungie啊 它還在玩碰到水那隻啊 你們現在明白了 紐西蘭就是這麼喜歡玩X-Game的 連個LEGO人仔也要玩X-Game 這裡上面有一個洶湧花園 還有一些餐廳在這裡 有些像浪湖方和圓方 它這個空中花園 真的一點都不客氣 它是種了很多樹呀 花呀 還有一些爛藤植物在這裡 到我這樣 到了大家都好喜歡逛的超市啦 這間華人超市我覺得是有點像CitySuper形式的華人超市 很漂亮很乾淨 不過就時間一點 我們現在繞個圈 雖然我說小而已 但它的東西都很齊 有很桃大的點心 芝士榴槤包? 還寫著超長拉絲芝士 嘩什麼? 我完全沒想過會是一個不野口感的東西 很新奇 香港人離不開的維他檸檬茶 還有很多其他有菊花茶 我最有印象的 最深刻的是它 麥瓜豆奶 我以前在中學的時候經常買來喝 找到我要找的東西 就是黑白淡奶 因為想沖一些港式奶茶 就是要用黑白淡奶了 好趕啊現在 掛著和你們逛街 我忘了我約了我的髮型師染髮啊 現在有點遲 但應該OK的 快點拿車先 我遲到啊 我遲到啊 進來吧 Hello Jimmy 我讓你們看一下我的髮型師 Hello 跟大家打個招呼 不好意思啊 我遲到 我今天其實要做什麼呢 我今天的髮型呢 上次你幫我剪得很好的 但是我現在已經... 你看見我的頭髮嗎 對啊 超大塊啦 我想今天要演髮吧 我們演髮 演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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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吃沙嗲 一邊吃沙嗲 會不會是一個很高級的享受呢 我現在就可以持續享受了 哈哈哈 這個是... 馬來西亞的傳銷 超讚啊 好吃啊 超尷尬啊 你看我弄到別人的那一件髮 全部都是油 太好吃了 不停漏口大 真的很好吃啊 好開心啊 剛剛漂完頭髮 現在準備真正上色 你們剛才是打蛋 這個就是我現在要上的色 染髮這件事真的超漫長 我們剛才雖然吃了少少東西 但已經很肚餓了 準備再吃第二餐 剛剛又叫了食物 看來我把頭髮 塗完又有食物了 又有食物了 這個是越南菜 今天我們是東南亞的食物 弄好了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定格這樣 有個天才把拍片變成拍照 於是就有這麼奇怪的照片了 好了 我們這條片就在這個這麼尷尬的笑容結束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就記得CLSS 我們下集見 拜拜